讲个上海人排外的端子 大家来上海之前多多少少都听到我们上海的一些排外 多多少少有一点吗 有没有 不可能没有 那我今天给你们重申一下 我们上海人这个排外指的是外环线以外 主要就指的是外环线以外的一些上海郊区乡下人 我住在上海嘉定安庭 我们是上海的西北边赛 你从对比位置上看 他们也叫我们安庭人叫什么 叫上海的新疆人 就你去看上海 最近刚刚做完人口补差 我估计上海大概现在有3000多万的人 我们安庭人我百度过的 只有26万 就真的是个少数民族 就连我们的同乡安徽人 在上海都有300万你知道吗 特别恐怖 还有一件事情上海有个特别排外的东西 你们发现是什么 就是针对外环线以外的一个什么 户C的车牌 有没有 全中国只有上海给郊区的人搞了个户C车牌 你想啊户C从A到Z 26个字母他选个C 代表什么 我分析完了 他代表Countryside 上海就是海堆了 有上过这儿把你学校的 你是哪个学校 上外 上外对不对 也是海堆 上外也是海堆了 什么时候画出去的 他说上海人想造反了 上海为什么会是海堆了 上海为什么会是海堆了 你还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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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上外之后去了 去了哪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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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的野小 你还放进去 你还放进去 你记得 你知道吗 然后主持人刚才说我山东人吗 确实是 就是 就我刚来到上海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念旧的人 就是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我发现我不是特别喜欢上海这边的女孩 就我每次回忆起我人生中 各个街上遇到的女孩的时候 我感觉我最喜欢的 还是我读高中的时候遇到的我们山东的姑娘 因为我们山东姑娘 她的特点就长得比较高嘛 然后心儿比较好 这样对吧 但我现在上海就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最近发现我最近开始喜欢上海的姑娘了 因为我发现上海姑娘 她都也有一个特点 就她在上海都有房子 各地女孩特点都不一样 就比如说东北姑娘 那看着不觉 这个东北姑娘性格比较直爽 对吧 而江浙姑娘的话 江浙姑娘有温柔的气质 新年姑娘的话 有抑郁风情 上海姑娘有上海户口 我发现就我们山东姑娘 就最傻 就最实在 就傻也没有 傻也不会 就在那个地方就长个 没有两个一样 就是 就是我现在来到上海之后 感觉就是 上海它确实是一个大都市 一个比较文明的城市 对吧 垃圾还需要分类啥的 上海会有好多文明标语嘛 在那边写什么 禁止乱丢垃圾 然后它的标语下面 还会再跟一行英文 看上去就很文明 然后我们小县城呢 就没有这么文明 我们小县城 它的不文明 它具体体验在哪些地方呢 就是 它的文明标语就不文明 就我们小县城 现在它也是禁止乱丢垃圾 在上面一般也都写了什么 禁止乱丢垃圾 然后下面也跟一句话 就是 谁在这个地方丢垃圾 谁就是狗 它文明到什么程度 谁要是不讲文明 谁就是狗 类似的文明标语还有很多 你还经常可以看到什么 室内抽烟死全家 可以听得出来 这个室内比室外 要更加文明的 就是这样 然后 然后我前天搬家了 这要跟他说下 这一句 前天搬家了 但是 因为我还是比较穷 我还是住在郊区 就 就我先住的那房 是那种 就是 是那种隔断房 就是二房 他把房租过来 之后他打了好多隔断 就你们可能应该都知道 那种房 就是把那种科学都给搁没了 那种 你进一住 直接是一个小走廊 那种感觉 那你们的话 你们现在住的可能是什么 三十一厅 或者两十一厅 对吧 然后我们家现在是七十一走廊 打了好多哭 然后呢 我隔壁是还住了一对小轻女 这样的 而且我那个房间 还隔音才特别的差 就怎么说呢 我基本上 我能每天 我能隐约的听到 他们日常对话的一些声音 就因为能听到网 所以我又连着听了一周 但是也没有听到 我想听到的那种 气得我都想退房了 因为当时我租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最吸引我的两点 第一点就是隔壁住了一对小轻女 第二点就是房间隔音特别差 有多差呀 就是我最近刚搬家了嘛 我搬家之前呢 我现在 我现在搬家是 我比之前是往前搬着五站 但是还在郊区 可能很多观众 可能很多观众 为什么搬着五站 还在郊区呢 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之前 住在中典站 我之前 我之前住在宝山 就是特别宝山 就是七号山在中典站 你们有人知道那个站吗 你们都知道是吗 你们好穷呀 对我之前就住在七号山的中典站 就是你们 如果没有去过中典站的话 你们可能不知道中典站 有多偏 它有多么 它有多么脚车 有多么荒利啊 然后给你们接 大家好 我是Nora 我是你们的收工信号 好不好 那我是一个上海人 我可能是现场 唯一一个上海的演员 说实话 我在最后 发现我是最后一个上场的时候 不停在安慰自己 我说没关系 没关系 都是客人 那我在白天呢 是一家快销企业的销售总监 然后晚上呢 会讲脱口秀 其实脱口秀这行业 收入也不多 也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爸开始特别不理解 他说你为什么要去讲脱口秀啊 你是不是学老罗啊 我说爸爸 你得看我这段子 他说不是的 你们都喜欢烧钱的爱好 是有点道理 但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我平常会讲中文 英文还有日语的脱口秀 所以虽然我没有上过 脱口秀大会的舞台 但是我会把这段子放在网上 然后也会有些观众会认出我来 前两天我演个英文的演出 有个妹子在演出之后就过来 她说 Oh my god I like her show so much Can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我说咱们都中国人 可以也没有问题 她说 Oh you're so nice 跟我拍张照片 还去跟朋友炫耀说 那个就是Nora 快去练口语 特别的工智 就是其实我还是在台上相对来讲 比较新的一个演员 然后导演开始问我 他说你想挑战谁 因为按照你的顺序的话 是很难有机会上台的 我说我没有什么原则 我就是不想挑战女生 因为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们线下 包括你们今天看到淘泰 有非常多优秀的女演员 就怎么说的 有句话说 好像男生比较多 这句话的水分啊 跟那边的人一样 水分太多了 感觉一下 这边水分可真不多 实话实足 但是这样的 就是我以前还用过 别的英文名叫做Dream 因为我当中一个字是孟子嘛 然后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住在对美国夫妻家 两家人 他们来上海看我的时候啊 我爸妈请他们吃饭 两家人家在我不在的时候呢 是用翻译软件交流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 我的建议是 不要用 我当时回来的时候 发现气氛巨尴尬 我就问我爸 我说爸你跟他们说什么了 我爸说 我就跟他们讲啊 以后去美国 找他们玩啊 翻译过来是 we will play with you in the USA 对方父母是不是就很紧张 然后只能很礼貌说一句 we think dream is very nice 对吧 翻译过来是 你这个梦做得很美啊 太震惊了 然后我爸吃了两次亏以后 他说要自学英文 看美剧来 然后前两天我爸说 啊 梦梦啊 我喜欢看的都像 看完了 你帮我下点新的吧 我说爸爸你喜欢看什么 他说爸爸喜欢看的 都是一家自片公司的呀 我说哪一家 他给我指了一行英文字 写着 欧夜字幕组 我爸就很有信心 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他说你帮我带个老外回来 我练练可语好吧 我说可以的 然后我请了个美国同学 到我家来玩 他们聊得很开心 我就问那个女生 我说杰西卡 我爸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你爸看我好看 我说不可能 我爸只会嗨 Buy Thank you Money 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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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dad just said You Face Good I cannot stop looking into your eyes because you were gorgeous 而且现在下载 51talk app啊 还可以免费试清 划算到 Unbelievable 我爸说 不愧是我的daughter 我爷爷说 这么good啊 我也要CC 真的 我们家语言氛围非常好 是因为我爷爷 讲话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我爷爷上海人 讲话中音夹杂 他会这么说 他会说 哎 萌萌啊 Buy the banana 不我去去 哎 萌萌 Telephone响了 快去按摩按摩呀 我爷爷真的太酷炫了 以至于我一直觉得 中音夹杂 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对不对 然后前段时间 有人扛我 他说啊 你是中国人 怎么会这样呢 但我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硬翻译过来的话 会更尴尬 前两天有观众 跟我讲 哎 说Nora 我给不到你的点 旁边说 你怎么这么说话 你要说 我得不到你的点 感觉下句话就是 我有得到你的人 对不对 很猥琐 没有必要 但是我们上海人 还挺洋气的 我觉得北京人 是真的霸气 你不知道 我前段时间 出差去北京 点咖啡的时候 前面那个人这么说 他说 你把我的名字写错了 不是那个炸暖 还寒时候的后 是那个王猴将相 您有种呼的猴 我当然觉得 我这个名字太弱了 就我们上海人 再霸气 也不会这么介绍自己 对不对 你好 我姓房 黄埔区两套房的房 真的不会 所以轮到我的时候 我觉得要体现一下 上海人民的素质 我就说 你好 我姓杨 不是那个风吹草地 献牛羊的羊 是那个 一记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识立之来典故中 杨玉环杨贵妃的羊 谢谢大家 我是Nora 大家晚上好 谢谢 我是Nora 其实我非常羡慕 今天跟朋友 一起来的观众们 你知道吗 我最近见朋友的时间很少 我发现我们现在 跟朋友交流 都是通过社交网络 但是你没有发现 网上有一种人 他不喜欢给人点赞 他喜欢给人泼冷水 比如说一部电影出来 所有人都说好 几天后 一定会有这样的评论 只有我觉得 这个电影没有深度吗 就是我觉得生活中 没人会希望 遇到这样的人 对不对 没人希望你爸 参加你的家长会 老师夸你 同学夸你 所有人都说 你爸养了个孩子 你爸为了显示 自己聪明 说 只有我觉得 儿子不是我的妈 不会 但是我其实能够理解 为什么大家 不想在网上点赞 我以前也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大家在网上 都非常假 对不对 有的时候朋友圈 你会看到有女生 可能会发这样的照片 底下的字是这样的 只不过在路边 看到那个包包一眼 宝贝就包买回来了 我真的那么值得被爱吗 太假了 哪有人一眼 只看到一个包的 又不深度近视 再说了 都什么年代了 还这么炫耀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这么炫耀 只不过在路边 看到那些包包一眼 宝贝就帮我 买下整个奢侈品集团 有人说我以一己之力 拉动了中国经济 是不是太夸张了 炫耀谁不会呢 再说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就是在网上 或者想炫耀自己的感情生活 我觉得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就是贴心男朋友 谁没有 就是 就是我男朋友对我也很好 就是前段时间 我跟我男朋友说我缺钱 他就主动变成我的前男友 但是我觉得在网上 的确爸妈都会很假 你们有没有发现 爸妈在网上会变一个人 他们会特别的亲切 因为他们觉得 发到网上的东西 谁都看得见 我妈给我打电话 跟发微信 是两种人格 我在外面玩 很晚都没有回家 我妈电话里面 会非常真诚 她会说 喂 要死了 几点钟了 还不回来啊 但是如果我妈 是给我发微信的话 她就会变得非常亲切 她会说 女儿 毛号 你在哪里 玩得开心吗 盼回复 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 我做了再不好的事情 再不好的事情 但凡在微信里 跟我妈讲 我妈都会很亲切 就算我去爬山的时候 不小心 把我的岳父岳母 从山上推下来了 但只要在微信里 跟我爸妈讲 他们就会非常亲切 会说 女儿 毛号 六峰山好玩吗 人多吗 妈妈 还有机会吗 我的天 但其实我发现 我在网上也会很假 就当我发现 有人喜欢 看我努力的样子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努力地 想要做出非常上镜 非常勤奋的样子 前两天 有个纪录片来找到我 想拍我周末真实的一天 我说周末 真实 没问题 然后我在那一天里 安排了一个月的行程 真的很忙碌 那天早上六点 我就起床了 周六早上六点 我妈都震惊了 她听到动静 以后蹦迪刚回来 然后起床 对她非常的隐私 导演让我自己拍 然后她拍完之后 看着成片 就不断地问我 她说 Nora 这是你真实的样子吗 我说 对 这是我真实的样子 因为她看到的是这样的 What a wonderful day 导演崩溃了 后来下午的时候 我帮自己安排了 去杭州演出 路上我装作非常累 就睡过去了 演技特别好 导演信了 下车的时候 她过来跟我讲 你这个人真的很厉害的 你睡觉的时候 脸上还在笑 然后在杭州的时候 其实演完已经晚上十点了 我明明可以选择 当天晚上住在杭州 但是我不 我跟导演说 我要搭凌晨两点的火车 回上海 因为我第二天一早 还有事 这个是真的 因为我第二天一早 帮自己安排了 要睡到晚上 就是我觉得 假装情分 是件很累的事情 但是因为大家都会点赞 我就觉得 我还可以再努力努力 所以我觉得 世界上最环保的能源 不是风能 不是太阳能 是大家都觉得你能 而且 谢谢 而且其实我觉得 朋友圈 里面很假的你 可能就是你们梦想成为的自己 真的 一个小小点赞 可以保持联系 也可以保持 让彼此做梦的距离 那好梦不嫌多 今天已经非常晚了 是深夜了 然后我今天想让大家 只想让大家开心一下 所以我有最后一个小小的梦想 只有在今天才能完成 我希望大家可以帮我 一起完成 还有啥 曲愿吗 大家能不能跟我一起打个拍子 接下来这首歌 是首清唱的歌 这首歌 改编自己一首 我很喜欢的歌 叫做 信仰 看朋友圈用左眼还是右眼 你对世界的判断 是否只有真假之选 我觉得这个时代 可能需要更多鼓励 不要再尬黑台 不如彼此打打气 听到这肯定有人想 哪里会有个梗 这首彩蛋 昨天曾写 所以不一等 谢谢大家 我是Nora 那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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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上季表现非常的顺利 第二轮就被淘汰了 其实我爸很早就知道了 他在家里对我说 孟孟啊 你呀 是一定会被淘汰的 爸爸分析过 跟你对标的那就是 富兰跟磅礴 对吧 因为你们读书都还可以 对吧 但是人家富兰跟磅礴 就是优秀 富兰跟磅礴 能气高 讽词多次有理由 富兰跟磅礴 能气高 讽词多 是因为他们两个 很早就结婚了 你以后要打 就打那种离婚的 跟你讲 就是 哇 就是你也知道 爸妈看这种电视 他喜欢看那种正能量的 我觉得我爸爸会非常喜欢黄警官 因为黄警官很正能量啊 他还有小孩了 对吧 最重要的是黄警官 他是我们黄埔区的 不好意思啊 黄埔区的 黄埔区的 真的 其实上了节目之后 我爸妈都很担心我 因为社交媒体 对很多女演员 会有很多的评论 我有一次上一个直播活动 我爸觉得我没有什么粉丝 想给我撑人气 播了一会儿 弹幕上就出现一条 哇 是第一次看这个节目 我觉得女主播 笑起来很好看的 像她妈妈一样 还有人在我微博下面留言 说天王盖地虎 诺拉一米五 立刻就有人回复他 哦 这件事情哦 也不能怪他的 他小的时候 不太喜欢喝牛奶 他的妈妈呢 也没有管管他 那人就回来 啊 你谁啊 他妈妈 哦 我不是的 我就是个路人 那为了感谢这位路人呢 第二天 我就买了每100毫升 3.8克 原生乳蛋白的 经典有机奶 对路人说 天王盖地虎 妈咪最辛苦 经典宁常常 营养又健康 我为什么要讲这样段子呢 因为我真的很想赚钱 我觉得我们女生 在变美上面花的钱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不瞒大家说啊 很多人除了说我矮 还有很多人说我胖 我也知道 因为我的小腿很粗 今天把它遮起来了 我去年穿了套粉色的西装 下面是短裤露出小腿 怎么跟你们讲 去年我上半身快乐女生 下半身巨石强森 我到后来真的去打了 那个小腿针 然后我突然发现 医美的医生 像是半个心灵医生 他跟我讲说 你对自己哪里不满意 我说我小腿很粗 还有呢 我的脸也很肉 还有呢 我很矮 还有呢 我短子不好笑 有人讲我有压迫感 我要不要找脱口秀了 真的 我觉得做女人太难了 而且你看网上那些短视频啊 它会给你很多的外貌焦虑 它会告诉女生 你要变好看的话 你要又盐又甜又酷又辣 简单一句话 你要色香味俱全 而你们知道 男生要变好看要做什么吗 只要干净就好 你只要洗个头 哎呀我的天哪 就是我们的菜了 而且网上你看看 总是对女生的外貌很不自信 对吧 我们女生有什么 我们有梨型身材 苹果型身材等等等等 但男生只有两种身材 有八块腹肌型身材 和哼 我有钱要什么身材 怎么跟你们讲呢 就是外貌对女生来讲 真的非常重要 再厉害的男生 无论别人怎么劝 他都要看脸 张无忌厉不厉害 五只大侠 他的妈妈小时候临死前 阴界地跟他讲说 啊 无忌 不要相信漂亮女人 他们都是骗子 张无忌长大以后 身边围的全都是美女 你就感觉张无忌听到的是 无忌 漂亮女人 怎么说呢 我真的觉得现在 大家对女生的外貌焦虑 真的是太严重了 连我内心都在想说 这个比赛比起好笑 哎 我也许更想看到人 在弹幕上cue 就哎 这个女生还挺好看 但很可能 这个时候又会多一条弹幕 说啊 我就是一个路人啊 我觉得这个人还蛮好看的 主要呢 是像他妈妈啊 真的啊 谢谢大家 我是Nora 谢谢Nora 不用怕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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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真是阴凉啊 大家好 我是邦伯 比赛太 比赛太激烈了 我们现在 我们其实特别讨厌这种 一对一的直接的battle 尤其是你知道有一个 心里看起来就很阴暗的人 站在你背后的时候 真的太激烈了 我觉得这一轮 我必须要聊点这个 有劲的话题了 朋友们 我变了 我要聊聊男女话题了 好不好 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聊聊 我这个性别 聊聊男的 我发现男的真的很容易走神 就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老婆最近就经常抱怨我 我发现你最近 就经常不好好听我说话 我说啊 你说啥 你看看这视频 这视频这袋鼠可太可爱了 男的就是会时不时 做一些这种完全没有意义的 不然你也很难解释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只有男的走在路上 会突然间莫名其妙 就要投一个篮 还会有人什么 胯下运球 什么背后转身 然后什么转身上来 反正完整一整套 他手里有真的篮球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动作 而且你们知道 这种幼稚其实是不分场合的 之前我们有一次在公司 开一个非常严肃的会议 会议是后排一个大哥 环环举击手 投了一个篮 关键是在场所有的男的 都没有觉得不对劲 甚至我们心照不宣 知道这个大哥 球没投进 因为会议室 另外一头一个大哥呢 抢到了他投丢的篮板 还帮他补篮成功 最后两个人在那 我见过最荒诞的一个场景 那是一个婚礼 那个新郎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突然发现周围的亲友 都没有在防守他吧 莫名其妙就投了一个篮 我当时就觉得婚礼 这么重要的地方是吧 连虎夫上的兄弟 应该都会隐隐 觉得不对劲吧 当然虎夫上 肯定还会有兄弟说是吧 对啊 他投篮之前 怎么连个假动作都没有呢 所以我也觉得 难怪也是 婚礼上都是新娘扔捧花的 绝对不能让新郎扔捧花 新郎扔捧花 保不齐就会有人是吧 胯下运球 什么假动作扔捧花 反正没有人能得到爱的祝福 而且总会有女生会问嘛 说每次男生这种空气投篮的时候 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很惭愧啊 我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 做这个动作最频繁的人 我甚至因为空气投篮 把手扭伤过 但是作为空气投篮的专家 对吧 空气库里 我非常清楚男生脑子里在想什么 很简单 其实就是什么也没想 因为男生也是人 我们只要想一下吧 也知道这个动作有多愚蠢 你们知道 每次我把那个隐形的篮球 举到头顶的时候 我就已经意识到 接下来的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但我还能怎么办呢 把球收起来吗 这就走步了呀 我真的怀疑是吧 我怀疑我这个习惯 早晚有一天会害死我 就算有一天我临死之前 我躺在床上 举起手是吧 也不会有人觉得 我有遗言要说是吧 我的孙子只会在那儿 别动别动 爷爷好像要投篮了 爷爷至死是少年 男的就是这样 男的就是能自己 在自己的世界里过得挺好的 就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就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比如说发型 其实真的没有男的 在意自己的发型 就算是那些 已经几乎没有头发 上了岁数 凸成这种地中海的人 他们最多 也只会留一个 全世界最欲盖弥彰的发型 就是我中间这个区域 确实已经不太行了 是吧 但我两侧的实力 仍然不容小觑 只要我轻轻一遮 就没有人能发现 我的秘密 我特别欣赏这个发型 我觉得它代表一种态度 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敷衍 就是 I have no hair but I don't care 而且这个发型很神秘 有一种神秘的美感 就是每次就是 你远远看 你是不是以为我有头发 来来来来 surprise 所以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理解 直发这件事 你知道 我们的人生中 是不会有人去直发的 我甚至从原理上 都没法理解它 你们知道直发的原理吗 直发原理很奇妙 它就是把你的 后面的头发 薅下来一些 然后插在你的额头上 然后治疗就完成了 这是我见过最拆东墙 补习墙的治疗手段 这就好比杨过去医院 然后医生说 杨先生 我们今天把你的左手 移植到右边 您就康复了 去跳绳吧 我觉得这也是 我后面这些头发 是吧 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天 怎么着 还有我出场的一天呢 从今天开始 人家就是刘海了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难得就是 非常容易就沉浸在了 自己的世界里面 即便是我现在面临 很激烈的比赛 这么紧张的表演 我也要一直提醒自己 我才不会忘记 最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经典有机 A2陈牛奶 自然原生 天生珍贵 希望我们的男同胞 都能少走神 不要忽视世界上 还有这么好的牛奶 也更不要忽视身边的朋友 谢谢大家 我是彭博 我的笔 但很难说 感觉差不多太多 谢谢彭博 3 2 1 请锁票 这个笑的都剁脚的 我听见 你喜欢哪点啊 喜欢有天真 真的这个 这个太重要了 特别喜欢看动漫吧 应该 不太喜欢看 但是我确实是一个很 像小孩的人 很多时候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特干净 清澈 郭老师 你会有什么空气干什么吗 他会空气投篮 我对空气冥想 天天冥想 你对空气冥想 对 幻想我那什么 一件事 翻来覆去的想 但也都特童真的那种 特别动画的那种 像我 反正弄歌的人 都特别喜欢空气吉他 就是每回 咱们这只要放钱 走我就开始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感觉 空气 反正只要有个东西 你就感觉 自己 自个儿 自个儿缠缩的 弹得特别快 然后都有这种 对吧 大老师 预测一下呗 那么爱预测冠军 你觉得他跟王勉 谁更有可能未免 我觉得不是冠军 不冠军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 彭博独一无二 这世界那么那么大 我却找不到另一个 他是我的新歌 满怀可爱 所向披靡 谢谢各位 因为我觉得像 忽兰啊 像彭博 就跟茶包一样 我有点感觉 就是他 因为他每年 都得过来泡 然后呢 越泡越没味 反正就是 他老能 然后这些老选手 总能那个 推身出心 让我觉得非常之敬佩 了不起 非常厉害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雄 这期我们来聊聊恋爱 我发现很多人 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 很爱问一些送命题 我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吗 我有一次前女友 她突然问我 她说 你会喜欢上别人吗 我说不会 就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呢 因为 你能得到的答案 只有不会 没有哪个男人 会说实话的 对吧 不可能他问我说 你会喜欢上别人吗 看情况吧 试试难料的嘛 你有好的介绍吗 还是 不可能 女生 她们有时候问问题呢 真的不是作 就想你哄一哄她 她可能要耍个赖 或什么的 你就哄一下她就好了 很简单的 有一次我前女友 她下班之后 她问我 她说 哎 好烦 你说为什么老板 会拒绝我的方案呢 我以为他真的 想知道原因 我就直接说 因为你的方案不行啊 你看这里就不对 得改 过了十分钟 我就跪在地上说 是我不对 我改 太蠢了 男生不要这样子 不要去解决问题 女生他这个问题的背后 是在骂某个人 你就跟着他去骂就对了 男生要做的 真的很简单 对吧 比如女朋友下班了 跟你抱怨 说哎 好烦啊 你说为什么老板 又拒绝我的方案 她就是有病 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 我下次见了 我帮你打她 然后女生就会 哎呀 没必要了 没必要 没必要 哎 跟老板也没关系啦 也有可能是因为 今天来了个新的女同事 她肯定也有病 虽然我没见过她 但是看她不顺眼 真的 下次见了 我就帮你打回她 真的 真的 没必要这样子吧 也有可能 就是我的方案不太行吧 我就 这是你自己说的 她还在一些 就是看电影的时候 问我问题 很烦 有一次我跟大家 去看一个动画片 叫彼得兔 你们看过吗 可能有 里面有一段情节 就是一群兔子 他们在讨论 要爬上一棵很高的树 然后就爬上去了 然后看到这里 她居然问我 她说 哎 这有点不合逻辑了吧 兔子怎么会上树呢 就我都崩溃了 我说大姐 这群兔子都会开口说话了 你还管她上不上树 他们甚至可以去上坟 你知道吗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她还会问一种题 我称之为细节题 就是你得回忆起 你女朋友的点点滴滴 对吧 有一次她突然问我 她说 你还记得我的星座吗 我当时突然忘了 但男人是很嘴硬的 我们不会承认自己忘了 我们会做什么 拖延时间 赶紧回忆 拖延时间的方法就是 不断重复女生的问题 当时她问我 她说你还记得我的星座 我就 你的星座 你问我你的星座 我在一起这么久 你居然问我你的星座 我脑子在想 她什么星座来着 我只记得她的生日 是10月29 但我忘记什么座 她说你是不是忘了 我会忘 你说我会忘 开什么玩笑吗 10月29还能是什么座 还能是什么座呢 我还是没想起来 她说如果你真的忘了话 我恨你一辈子 我说天蝎座 虽然我不信星座 但是天蝎座是真的爱记仇 水瓶座最爱流泪 对吧 真的 虽然我刚才吐槽了很多 好像女生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就是女生问问题 是真的能问出点东西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的男朋友 在不断重复你的问题 那就是心虚的表现 你回去就可以问一下她 你跟这个女的什么关系 这个女的 我跟这个女的 你居然问我跟这个女的 什么关系 八成有关系 真的 如果她开始反问你 那你觉得我跟她能有什么关系啊 九成 如果她甚至开启了玩笑说 行行行 我跟她关系不一般 行了吧 百分百 真心话就是通过开玩笑说出来的 谢谢大家 我是大总 谢谢 谢谢大雄 三 二 一 请锁票 谢谢 作为这个水瓶座 是水瓶座 是 是哈 我在 我听到同感那个送命题的那个环节上面 就前几天 因为我孙生生日了 我们去clubbing 然后我就 这一班朋友嘛 我前面看到有女生 这身材挺好 挺漂亮的 上海就顾两个是挺漂亮的 出来晚的时候 然后我就 老公有没有看到 没有啊 我什么有看到 可是她就在 我 没有啊 她一般会扫一点 有吗 没有 但已经看了 但是你在路上 如果你有看到帅哥 你老公正好在旁边 你会怎么样 直接看吗 我真的会直接看的 我们为什么都特别直接 就是看也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只看一下而已啊 女生可能 可以更直接一点点吧 没什么关系 那男生会有 男生真的会想很多 哦 我们是真的在看 有可能就是 哦 哦